62亿的卖单是把戈尔给死死的盯在了跌停板上 不出意外的话呢 明天至少还有一个地板 地表最像苹果分析师郭明基的发言 直接是挑破了窗户纸 原来是戈尔丢了苹果的耳机订单 这项业务呢 要占到公司2021年营业收入的4.2% 去年戈尔的收入是782亿 那么4.2%就是33亿 并且郭明基呢 明确的表示此订单已经转移给了利讯精密 很多人昨天晚上在猜测 说今天利讯精密得涨停 谁知道利讯精密也是高开低走 最后三分钟是勉强收红 可见这并不是一个说你完了我就能好了的游戏 消费电子的鬼故事还没有结束 本来想好好说点什么 但发现关于戈尔和消费电子行业 该说的我在6月23号的视频里已经都说了 所以今天我偷个懒 把视频的部分内容给大家回放一下 戈尔是消费电子的龙头啊 国链龙头 为苹果代工耳机 2018年苹果将利讯精密 引入了供应商梯队与戈尔来竞争 要知道戈尔2018年以前 毛利率都在25%左右 净利率也有10% 而竞争出现之后 戈尔的毛利率下降了10个点到15%左右 净利率只有不足5个点了 2018年低股期的戈尔股价 直接跌回了2010年的水平 2020年戈尔对苹果这一大客户的依赖 达到了营收的一半 为了摆脱这种现状 公司将VR AR作为业务的发展方向 2021年正好是元宇宙的元年 全球的AR VR出货量增长了92% 而戈尔作为Oculus的核心供应商 在VR的制造领域是有绝对优势的 所以戈尔的股价去年也搭上了 元宇宙的东风飞了一轮 而且公司目前VR等智能硬件的 营收增长是最快的 这也难怪在传出大客户减少订单的传言后 股价会大跌了 想往去年欧飞光被踢出果链后 全年营收腰斩 股价直接膝盖斩了 所以这一传闻一出 由股东应声而逃也算是能理解的 其实戈尔的现状代表了 所有代工企业之商 100多亿的固定资产 100多亿的存货 100多亿的应收账款 十几万的员工 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勤劳 支撑起了我们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但高营收低回报 似乎是代工厂的终极宿命 在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 分工明确是效率和效益的体现 而在去全球化的今天 技术和客户过分依赖发达国家的企业 则会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这也是为什么国家的政策 逐渐向卡脖子的产业来倾斜 并不停地扩大内需的原因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靠自己的力量崛起 才不会受制于人